看啊,左车是加上水,它这实验温度是88度 然后啊,这是电源 这是流氧机 温度控制,加上5秒计时的 这个是效泡实验计时 这是两株除气 这是两个泡沫两桶 你做实验把这个 首先把这个电源通开 通开这个表现不用管 这表到处是效泡计时自动启动的 然后啊 你看它这个设定温度 设定温度点一下的话可以设 然后这是测量温度 你要想通问的话,得点一下空问 它就空问了,得加上水之后才能电 这个温度曲线 这个 这个比如说做实验 它这是五分钟 一开始先脆烧五分钟 五分钟就是三百秒 这个我设定完就不用改了 然后点定时啊 它这部分就自动共作了 自动共作,然后就开始脆泡了 就跟咱那个抗泡是一个流程的 然后这边是流量机可以调整一下 这脆泡大小 这都完事儿了 你看它到要到实践的话 到实践这个泡沫消失实践七十七要自动启动 这个这个表一定要打到这块哈 它奔到里面这块 你看哎呀 这边一观察到点之后 马上按一下 它就像咱们年度一样 就把这个十一点 以这实践锁定了 那这实践就是标准上锁消泡实践 寄下来之后 再可以奔回来 奔回来等流下次做实验 是不是 你到启动 就是每次用完了再给它奔回来 这个实践现在就不用管它了 等下子再一做实验 它就自动 自动就清零了 这就不用管它